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黄瓜好老师 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西加加第36个单元 西加加的韩式 那所谓的韩式,英文叫做Function 它就是一组叙述的集合 并且呢,它是以一个韩式的名称来代表 这一个叙述的集合 那我们每次要用到这一组叙述的时候 我们只要写下韩式的名称 告诉编译器,我们要执行这项功能 这个就叫呼叫,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韩式让我们呢,能够以更简便的方式 取代会重复用到的一段程式码 韩式呢,可以提升写程式的效率 也可以让程式的功能变得模组化 那使用韩式的好处呢 有底下这三个 第一个是将具有特定功能的叙述 它可以提高程式的可读性 第二个是将程式模组化以后 让程式码可以重复的使用 这样可以提升写程式的效率 也就是不用重复写一样的程式 那第三个是将程式分解成韩式之后呢 如果有发生错误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找到问题出在哪一个韩式 这样可以提高我们除错 就是debug的效率 所以呢,通常我们会尽量的把重复的功能 变成一个韩式 那么韩式跟变数一样 在使用之前必须要先定义 那么定义一个韩式呢 就是要定义这个韩式它的资料形态 它的呼叫的这个韩式名称 那再来就是它所需要的参数 还有它这个韩式里面所要执行的动作 也就是我们的叙数 所以它的定义呢 它的语法就像下面这样 我们先要宣告一个形别 这个形别就是这个韩式 它要回传的资料的形别 接下来我们需要定义一个韩式的名称 那这个名称不要跟西佳佳的关键字重复 那么名称后面有个小括号 小括号里面可以有一些参数 那每一个参数呢 需要有形别空一格它的参数的名称 而这个参数呢 将来就是在这个韩式里面的变数 好那参数呢 可以没有也可以有一个两个 或者是很多个 那接下来有一组大括号 这就是韩式的本体 里面就是我们要它做的动作 也就是一些叙述的集合 好那韩式的形别呢 韩式跟变数一样是有形别 但是韩式的形别并不是 用来储存资料的 而是回传资料的形态 所以我们宣告韩式的形别的时候 特别要考虑到的是 它回传的资料形态是什么 也就是呼叫它的人 会得到一个什么样型态的资料 那么韩式处理完以后呢 我们会将结果回传给呼叫它的叙数 让这个程式可以进一步的得到一个处理 所以呢我们要将资料回传的时候呢 会用到Return这个叙数 比如说Return0表示我们要回传一个0 但是呢如果Return0叙数 后面放的是变数或者是运算式 那表示我们要传回这个变数值 或者这个运算式的结果 那么韩式也是可以不回传值的 那如果一个韩式不回传值 这个时候这个韩式的宣告形态 必须用VOID 那我们实际来看看一个应用范例 36.cpp 那我请各位同学设计一个不回传值 注意是不回传值的韩式 它的韩式名称叫Print Star 9 就是印出星星的线 那每次呼叫它的时候呢 它会显示出100个星星 然后变成一个横线 那我们在组程式main里面呢 再去写一个程式来呼叫它 然后呢这个main里面呢 我们需要让使用者输入一个正整数 然后程式会自动的显示 1到那个正整数 就12345678 一直到那个正整数 但是每次遇到5的倍数的时候 就会去呼叫一次Print Star 9这个韩式 来显示一条星星变成的横线 在这个5的倍数的下面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 我们在组程式里面呢 让使用者输入正整数11 那它就会显示1到11 可是呢遇到5的倍数的时候 比如说5或10的时候 它会在这个5的倍数的下面呢 呼叫Print Star 9 那Print Star 9 会显示100个星星变成一条横线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介绍36.cpp 首先我们需要写一个Print Star 9的韩式 那因为Print Star 9是不回传值的 所以我们在它的资料形态的宣告上面是写VOID 那因为Print Star 9这个韩式它也没有参数 所以它的小括号里面是没有东西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写它的本体 就这个Print Star 9的韩式的本体 从这个大括号开始 那因为我们要印出100颗星星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技术的变数 正整数 所以我们先开个INTI 然后我们写个FOR违圈 I从1到小于等于100 每次I++ 所以我们在这个FOR违圈里面呢 会每一次印出1颗星星 那I会从1到100 会跑100次 所以我们会印出100颗星星 印完之后 我们再给它一个换行 就是Cout End 9 那所以这个Print Star 9 每次去呼叫它的时候 它就会印出100颗星星 然后换行 接下来我们要来写的是组程式 那组程式我们需要宣告一个变数N 让使用者输入这个正整数 放到N里面去 然后我们先判断一下N是不是大于0 如果是的话 我们才呼叫FOR违圈 产生1到这个N的整数 那因为我们要产生1到N的整数 所以我们需要 宣告一个临时的变数I 好 所以我们这边写INT 空格I等于1 那这个I 会从1到小等于N 然后呢 会每次印出I的值 所以我们Cout I 然后换行 但是每次印出I的值之后 我们要判断一下I 是不是5的倍数 如果I除以5的余数等于0 表示它是5的倍数 我们就要呼叫Print Star 9 也就是会让它印出100颗星星 这边要特别注意的是判断I 百分比5 I除以5的余数 是不是等于0 这边用两个等号 很多同学在这边 常常会忘记要两个等号 会用一个等号 会造成错误 好 那这个程式我们就写完了 那实际的执行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输入0 或小于0 它就会直接结束 但是如果我们输入11 它就会跑出1到11 但是呢 在跑出1到11的过程里面 它会去检查 这个I的值是不是5的倍数 如果是5的倍数 它就会呼叫Print Star 9 所以它就印出100颗星星 就像5跟10 它就会呼叫 那我们实际的来执行看看喔 首先我们一样叫出DevC++ 然后我们开启我们写好的36.cpp 好 这个是我们事先写好的一个程式 那我们来执行它 执行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输入的是0 它就会直接结束 同样的 如果我们输入的是-1 它也一样会直接结束 那如果我们输入11 它就会跑出1到11 而且在5的倍数的地方 5跟10 会呼叫Print Star 9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 Print Star 9的 这个地方改成50 然后我们再执行一次 我们这次输入比如说16 那它印出来三个 5 10跟15的地方是5的倍数 而且它呼叫的长度 而且它呼叫的长度已经改成了 是50 如果我们把这个地方改成锦号 然后储存 然后按F11来执行 我们再呼叫一次 比如说21 那它就会跑出1到21 而且它每个长度是50个锦号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事实上是可以去控制 我们要的东西 那我们要修改程式是比较简单 只要改了这个地方 以后每次的呼叫都会 都会用新的一个修改后的程式 好 那还是有它的一个好处跟方便性 好 那接下来也请各位同学 设计一个实际的操作看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一个课堂作业 是36A.cpp 那请各位同学设计一个不回传值的函式 叫做Pename Card 那Name Card就是名片 所以这个函式会印出我们的名片 那它会显示三行资料 包含学校的名称 单位名称跟自己的姓名 那以老师为例就是 国立云林科技大学 产业科技学士学位学程 黄国豪 那么主程式呢 是一个会不停计算圆面积的一个程式 直到输入的半径小于或等0 那每次计算完 圆面积就会呼叫一次Pename Card 好 那所以这个程式执行起来 会变成是这样 请输入圆的半径 如果输入1 那面积就是3.1416 好 那它会呼叫一次Pename Card 然后它会再问你一次 10 如果你输入的是10 它就变3114.16 然后又会呼叫一次 直到你输入0 或小于0 好 那这个程式请各位同学自己练习 好 那今天的这个单元就介绍到这边 谢谢各位的观看 有任何问题 欢迎用Email跟我联络 与讨论 谢谢 拜拜